为了增加祖孙之间的互动机会与关系 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 特别在桥光国校办理创意代监教育活动 并邀请玉子社区的长辈共同来参与 有一点点就是跟小朋友不一样 就来这儿活动啊 活动真好啊 真实 还跳舞啊 还卫度啊 真好啊 真欢喜啊 这孙真的要死啊 哎呀 少过老了 这是很好的事情 生小的 找到这好好的孩子 真的很好啊 这一班 我们的试团和这些孩子 我也生得很高兴 就是 可以看说 他们能够唱歌 够活动 够做游戏 就是 也要了解说 这些试团 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的成长过程 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 藉由画图 游戏等方式 让祖孙间共同完成作品 互相了解 促进家庭和谐 就是直到会变 慢慢的变老了之后才领悟到说 原来以后越长会 就是会越老 然后老了之后 就是一些细胞啊 会退化 然后就是 就变得跟阿公这样子 需要别人来 就是照顾啊 或者是陪伴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创意代言教育活动 来规划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透过音乐游戏 然后绘本导读 一些创作 创作力动 以及一些艺术创作的一个方式 引导那些祖孙呢 能够学习互动 时代变迁 科技也日新月异 3C产品对于年长者来说 是一项难以作模的用品 希望透过专业的讲师讲解 能够拉近祖孙之间的情感 现在3C时代又比较进步 所以有时候阿公 阿嬷可能不知道 小孩和孙子的生活 还是小孩 他们做的事情 阿公阿嬷可能会比较慢 因为3C产品太多 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让我们社区的阿公阿嬷 可以到国小来 跟我们小孩子做一个互动 可以让我们的试团 可以知道 跟孙子在处理 要怎么能够活动 运用游戏 画图等等方式 让祖孙之间共同合作完成 不仅能够拉近情感之外 更能够让小朋友知道 年老后身体机能都会退化 要关心及照顾长辈 接着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